因为执着 贪求 使我们无法出离生死轮回 不断在六道中沉沦受苦 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必然是善恶念夹杂 所以要以善法舍恶法 等善法成熟 最后连善法都要放下 也就是以舍舍善归于无念 达到究竟的实相境界 面对世事纷扰 乃至种种名闻力量 要能放得下 看得破 如果是应付的责任 则需指下承担 时时回光返照 照见本具新性 可是我们光研究地图 我们都不出发 都停留在原地 那没有用的 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些比较着重在行持方面的 比如说像密宗的 净土宗的 律宗的 禅宗的 这几个宗派他不讲太多 但是他会鼓励在修行上多下功夫 不管是说禅坐 念经 持咒 念佛 拜佛等等这些也好 他告诉我们要由实际的行动去体验佛法 这样我们对佛法的那种体验才能够更真实的 而不是只停留在一种理论上的 好像如果去学游泳的话 这个教练不带你下水 他只是在游泳池盘告诉你游泳要有什么样的技术 要怎么样吸气 臂气 要如何换气 手跟脚的动作要怎么样等等这些 光说这些是好像主杀难成患的 纸上谈兵的 没有作用的 而这实际必须要带我们了解到水里面 然后去感受实际的状况的时候 那个才是真实的 我就有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行门解门 修福修会 这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因为执着 贪求 造成无法处理生死轮回 想要离烦恼 得自在或解脱 就要学会放下 时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把南桃切证进来 是尴尔方 莉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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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5 莉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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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尔方